美国跟伊朗经过两年的协商 而是在卡达居中卧旋下 达成了美伊换球协议 美国放了五个伊朗罪犯 同意解冻伊朗在南韩有60亿美金的资金 换回被羁押的五名美国公民 他们在伊朗被押了好多年了 而美国对于伊朗60亿资金的使用 是有限制的直准用在人道物资上 而且卡达会监督资金流向 共和党批评拜登以解冻资金换球 会让伊朗实随之位 可能会陆续绑架更多美国公民 来进行人质外交 好拿到更多钱 在伊朗监狱被关押多年的五名美国公民 终于可以回家了 美国和伊朗政府经过两年协商 并在卡达居中的斡旋下 双方达成换球协议 美国释放五名伊朗罪犯 伊朗则让五名美国公民打击反美 五名被释放的美国人职 其中两人身份保密 而被关押最久的是企业家纳马兹 他被关七年多 遭到伊朗政府指控 与领队国家有关系 纳马兹在狱中接受CNN电话访问 直接向总统拜登求救 其余两名人职 一人是环境保护者 另一名也是企业家 五个人都拥有伊朗和美国双重国籍 被指控的罪名多与纳马兹相同 拜登在换球成功后发表声明 谢谢各国的协助 白宫随后就宣布对伊朗的新制裁 要惩罚那些扣押美国公民的人 这一次换球条件的关键 是美国同意解冻伊朗在南韩的60亿美元资金 这笔钱会先汇到瑞士 然后再汇往伊朗设在多哈的账户 伊朗确认资金进账后的同时 五名美国公民才登机飞往卡达首都多哈 不过美国对60亿资金的用途作出限制 伊朗必须花在人道物资上 卡达和负责监联金钱的流行 共和党批评拜登政府 以解冻资金的方式赎回人职 会让伊朗十岁之位 绑架更多的美国公民来进行人职外交 前总统川普大骂拜登笨得像块石头 美国政府过去也有多起争议性的幻球事件 而且两党总统都有摄入 2018年川普救回三名遭北韩关押的美国公民 他的交换条件就是同意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欧巴马总统在任内换球 被批评是纵火归山 2014年美国政府释放五名塔利班成员 换回被阿富汗关押长达五年的美国军人 1980年代 雷根政府为了换回遭黎巴嫩恐怖组织 真主党绑架的三名美国公民 六次偷卖军火给伊朗 当时美国和伊朗是敌人 国会通过法案禁止美国卖武器给伊朗 武器交易丑闻曝光后 总统雷根公开承认错误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遭占领 52名外交人员成为人职 长达一年多 最后美国政府同意解冻伊朗80亿美元的资金 人职事件 拜登上任以来 已经换回30名美国公民 其中以释放俄国大军火商 换回奥运金牌女篮选手格林纳 最受到瞩目 TVBS新闻总和报道